球门上得刻着金龙 球门附近还得架着绣旗 快手上好多姑娘都喜欢上传一些自己的运动视频 比如有的喜欢健身 跑步 撸铁什么的 有的喜欢练瑜伽 还有的爱玩飞盘 还有厉害的爱好扔铁饼 这看着我真是自愧不如 不过我今天借这个话题跟大伙聊聊 中国古时候的女生都爱玩什么 比如在唐朝有一项体育运动 就很流行 什么呢 马球 对 大伙看电视可能都见过 一群人骑着马 拿着这个马球杆 围着一个小球 就这么碾来碾去 这个运动到今天也有 只是规则变化了不少 但形式基本上就传承了下来 唐朝流行马球是因为当时的皇帝们都喜欢 所以这个运动也渐渐传到了民间 而且不论男女都爱参与 旧堂书里边就写了 皇宫里边很多的嫔妃都爱玩马球 大伙没事了 经常拉上皇上一块比比赛 不过有时候嫔妃们觉得马跑得太快太激烈 就经常把马换成了驴 驴跑得慢 大伙一边打一边聊天 也不用担心有危险 起到了锻炼身体的效果 用现在爱提球人话说 这叫养生局 唐朝这个风气一直传到了五代 却有愈演愈立的趋势 你比如前蜀的皇帝他叫王健 他就对这个马球十分的疯狂 特别的 他专门斥巨资建了一座高规格的马球场 一有空就带着自己的妃子们来打马球 甚至还为他们组织了球队 不过说到这儿呢 也从侧面可以看出来 这个王健的后宫嫔妃啊 还挺多 而且那会儿呢 不像咱们现在 男的跟男的玩 女的跟女的玩 那会儿他们打马球 经常是男队打女队 而且女队呢 还经常赢 那简直就是金国不让须眉 过了五代 就是宋朝了 宋朝的宋徽宗爱玩 大伙都知道 这马球运动 尤其是女子马球运动 在他那会儿有了更大的飞跃 首先是马都高级的许多呀 恨不得都得是汉许宝马 其次女子马球队 穿的球衣也十分的高档 都是名贵布料做成的 估计这个还有科技含量的 就跟今天 很多这高端的运动品牌似的 你瞧一个 宋徽宗可是够败价的 另外场地也不一样了 球门上呢 得磕着金龙 球门附近还得架着秀旗 有专门的教练团队 要把大伙这个打马球的各种姿势规范化 这些个硬件软件设施一上 宋朝的女子马球队 当然就有了质的飞跃 我估计那会儿要是有奥运会举办个马球比赛 宋徽宗派出一队大宋女子队肯定能得冠军 可惜的是马球这个事儿终归是又费钱又费力 咱就不说那些名马了啊 就普通的马对百姓来说也挺贵 所以到了北宋的晚期啊 国家内忧外患 大伙生活的也不好 打马球这种比较奢侈的运动也就渐渐的衰败了 后来到南宋 史书上几乎再也没有记载过这个事儿 算是消失了 不过今天随着咱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哎 我看着也有一些人开始去打马球了 好 今天就说到这儿 总之啊 不管您喜欢玩什么 大家多多运动总是好的 既能增添快乐 也有助于身体健康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分享你最喜欢的运动